8月20日,亚家达亚运会赛场出现最动人一幕,中国游泳队巨星孙良带上驻战,在经历了连续两场决赛后体力不支,最终被队友搀扶出场。 孙良为了追赶对手,在最后50米全力冲刺,耗尽了所有体力,累到站不稳,让人心疼不已,孙良在此前进行的亚运会800米自由泳决赛夺得个人第二冠后,透露了自己在前一天疗伤到深夜,整个人非常累,孙良本打算退出接力赛,但对你觉得现在女的稍微薄弱些,难对要站出来,为了国家荣誉。 孙良表示义不容辞,于是他带上出战,与队友一起参加四成一200米自由泳建立决赛,由于中国的多名队员都参加了其他决赛,在建立赛开始之前大家的体力状况都不太好。 比赛中,日本队一直保持领先,中国队最后一棒孙良在第一个转身时已经落后对手两秒,但孙良没有放弃,他在比赛最后阶段疯狂加速,特别是最后50米。 他在落后一个深微的情况下全力冲刺,最终仅以0.28秒之差夺的亚军,中国队虽然遗憾无缘冠军,但小伙子们顽强拼搏碎百游荣。 孙良在最后时刻的冲刺,让日本人吓出一身冷汗,不过孙良也因为这次冲刺耗光了所有力气,出场时已经站不稳了,队友既心急搀扶着他离开赛场,这一幕感动国人,值得一提的是,在日体现团结精神的瞬间,摄影师抓拍到了孙良和队友的强壮肌肉。 孙良八块负,积态亮眼,接下来孙良还要准备400米和1500米自由泳比赛,并根据身体情况,决定是否还参加竭力项目。 希望孙良能从伤病中尽快恢复,期待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发挥的更加出色。